知名壽司街邊店在高雄 某時代附近插旗 地點就在捷運站的正門口 不只交通方便 停車也很便利 而目前店還沒開幕 就已經傳出附近的房價 開始喊漲 這地2000坪號稱是 全球最大的旗艦店 如果民眾後期 停下腳步拍拍照 會期待他開幕嗎 會啊 會想來試看 看起來這邊的建設 應該是會維持不錯 期待開幕可以來長長鮮 這麼大一間店進駐高雄前鎮 為眼線轟動 附近房價足足漲了一成六 畢竟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未來的發展重點區 那本來就是說 在周邊一些新大樓 在行建的時候 本來就是上漲的 那上漲的趨勢下 本來這樣平均房價算下來 就會發覺說 每年的波動 這樣看起來是逐年在上漲 根據統計 南台灣知名壽司街邊店 附近區域整體房價 以高雄岡山店漲幅最高 來到三成五 附近商店林立 樂購廣場也帶動了不少人氣 雖然壽司店附近看漲 但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以實價登陸來看 高雄前鎮和前景兩區跌幅最高 每平成交單價 較去年同期下跌五到六萬元 下跌超過兩成 到今年它這些沒有新城屋了 那變成都是中古屋在買賣 那自然就會有個誤 就是錯覺 會以為是房價跌了 沒有新城屋交易 拉低平均值 讓房價市場出現錯覺 實際情況來看 高雄市區的房價 仍然還在走上坡 TVBS新聞 趙麗玲嘉義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